是法里面的亲情也会断掉 也没有了 为什么 亲情就是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 没完没了 牵着你在六道里面轮回 搞这些事情 苦不堪言 看破了 也要放下 也要舍掉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菩萨 成佛 将来回过头来度 这些冤亲债主 他跟我们有缘 佛不度无缘之人 这些有缘的都是先的度的 优先的度 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 真正聪明人 不是世间一般人讲的 学佛人没有感情 都是忘恩负义 人家骂我们学佛的人六亲不认 他不晓得 学了佛之后有大智慧 会施予众生大的恩德 世间人所看的 所计较的太渺小了 这才能给这些冤亲债主最殊胜 最大功得利益 不明甚深般若 你这一点就做不到 这是般若经 为什么要讲 所有关门行门 种种修持 便不能得利 顾经更详细说之 将为农居士讲 金刚经 为什么讲得这么详细 有道理 金刚经 要不细讲没用 一定要细讲 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 知道这些真实的道理 我们的观念改变了 我们的行持如法 与法就相应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功夫都很容易得利 这是详细讲解的原因 二 当之一切法 莫非因原聚会 假现有相 原聚则生 原散便灭 正当聚会时 负起变化 无常无定 可恶其并非坚实 实是幻现之假相 此之未有即是空 凡夫勿认未时 遂至取折 随之流转 此轮回之因也 当之一切法 莫非因原聚会 假现有相 原聚则生 原散便灭 所有一切现象 现象存在多久 就是那个原多久 原聚现相 原散 相救灭 如果是个聪明人 把这个事实看清楚了 就知道不生不灭 哪来的生灭 不过是原聚 原散而已 没有生灭 原聚的时候 原没有生灭 原散的时候 原也没有生灭 哪来的生灭 譬如 你们手上拿的经本 拿在手上 这是一本书 怎么成为一本书 里面有几十张纸 定在一起 定在一起 是句 这是一本书 如果拆开 是一张一张纸 这书没有了 装定在一起 只没有增加 拆散掉 只没有减少 只张不生不灭 但是书有生有灭 定起来 书生了 拆开来 书灭了 聪明人晓得 哪里有书 没书 一堆纸而已 一堆纸 叠起来 不生 散开来 不灭 所有一切法 就是这么个道理 原具 原散而已 多朝这去想想 我们身体寿命长短 原具原散 没有生死 生死是假的 你看走眼 看错了 你折了书本的香 不住书本相 书没有生灭 你要是不着生香 身体没有生死 世界也没有沉住坏空 都是原具原散而已 正当聚会时 负起变化 无常无定 正在怨剧的时候 它里面有变化 像我们身体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因为胡思乱想 你生理 身体就起变化 身体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细胞的新陈代谢 是什么原因 是你的念头 是这么回事情 你念头清静 新陈代谢 愈来愈好 如果你心思很乱 妄想很多 贪甜吃很重 新陈代谢里面细胞 越变越坏 你身体就变坏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无常无定 可恶其并非坚实 实是幻现之假象 此之位有即是空 凡夫误认为时 遂至取者 取向 者相 随之流转 此轮回之因也 这一段是把 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 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悟优优独播剧场——像 感谢观看